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各位湾区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事观察节目 我是霍永强 上节讲了有关于19大新闻 接下来讲一些都与中国有关 但就是一些金融科技的新闻 自然当中也会反映出一些 中国正在要面对的问题 最近有一家以金融科技上市的中国企业 吸引了中外媒体的注意 当中有风光无限 亦有不少狼狈失陷的地方 这是最近上市脆店的一家公司 这家商店吸引了不少人的兴趣 包括在苦臭网的《网视风云》 10月24日出了一篇相关的评论 这家锤店的创办人罗敏 今年只有34岁 造就了一家市值上百亿的上市公司 而他在2017年上半年利润超过9亿 风光一时无量 而根据他的招股书说 他在2014年仍然亏损 而且仍然亏损 只得2413万 但到2015年增长了接近10倍 去到2亿3千5百万 但当时仍然亏损2亿多 但到2016年 倚靠着蚂蚁金服的融资入股 以及连接上支付宝 令到营业额大幅增加到14亿 并且赚了5亿7千多万 而当中好像2017年做18多亿生意 赚了9亿7千万 这个数字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亦都很多持牌的金融公司 都希望能够做到这么好的成绩 所以IPO得到支持很正常 原来的招股价定在$19至$22 结果用$24上市 而上市没多久 已经是上升到$35 但之后因为连串的坏消息 罗敏本身受到传媒採访时 一些不恰当的言语 结果令到大幅下跌到$26 刚刚到$26.5左右的价格 而当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这个风光上市过程 背后认为过度依附支付宝 以及校园借贷禁令之下 仍然有很多学生可以看到款 而且当中并涉及高利贷的问题 令到翠店本身引来赚脏钱的说法 翠店在创业初期叫翠分期 明显地用分期付款来做起步 亦是比较早从事校园贷款的平台之一 由于当时一般商业银行的 校园信用卡的坏价率偏高 所以在监管部门出了禁令之后 集体退出了校园市场 但这样反而被像翠分期这类型的 网上金融兴起的机会 抢占了市场 而翠分期是其中一间比较大的一间 而创业办人罗敏本身 因为做过校园的社交平台 所以对于如何扩展这些校园代理 就得心认手 经常利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文章 来说到校园鸡汤 来推动在校园市场里 做分期的贷款服务 但这类型的校园贷款 一向都是受争议的部分 校园借贷往往衍生成为超前消费 最终要靠父母来买单 而这样令学生不务正业 还加大了家庭负担 而慢慢问题越来越演变得更严重 贷款越来越容易出现了可怕的情况 曾经在网上留意到 有一个裸态的行为 女学生会裸体地拿着身份证拍照 而做了裸条借态 然后演变成为卖淫 以及很多人因为暴力催修 制造了很多社会问题 所以校园贷款的业务 变成了一个恶劣的社会影响 也引发了监管部门的关注 所以原先在2015年 因为得到蚂蚁金服的投资 而令到萃店业务快速增长 去到2016年4月 因为银监会、教育部等监管机构发出文件 限制互联网金融平台经营校园贷款服务 所以去到7月 萃店唯有被迫将校园业务改变性质 并且打造成为一个助学贷款、成长基金 或兼职实习平台等产品 但结果很快都因为准备上市 避免再继续麻烦 所以在2016年9月 萃店宣布完全退出校园借贷 走向白领和蓝领的消费群体 拓展现金贷款 但现金贷款同样受争议的活动 很多时候会出现多头借贷 以及衍生流向黄赌毒这些恶劣的社会问题 本来一般现金贷款行业的公司 很多都比较低调 很少积极推广 但由于萃店要上市 而面对这种质疑的时候 创办人罗敏反而发出匪夷所思的言论 令萃店卷入更大的漩涡 在上市的时候 他在美国曾经向媒体说 他只是说上一个寒门出季子的好时代的说话 但这个说法偏偏因为目前的大学生 因为竞争激烈 很多时候自嘲变成蚁族和北漂 也抱怨成为高房价之中的失落一代 而偏偏年纪轻轻的罗敏 靠校园借贷起家 或者可以说正正靠这些众多的大学生 帮他成为一个百亿美金的上市公司创办人 而自己也因为这样 身价暴障就成为百亿富豪 这样叫其他在社会上谋生挣扎的人作何感想呢? 而萃店当面对质疑 说他会用暴力去趋收欠款的时候 罗敏甚至说如果客户违约他们根本不会趋收 最多就当福利送给客户 但太想撇除暴力趋收 结果说出低水平的表述 令到更多人失望 而他的言论受到更多质疑 如果真的不用各种方法去趋收欠款 萃店又如何提供合理的利息 去给一些按时缴付欠款的客户呢? 总体来说 萃店承受这么多质疑 其实一点都不冤枉 贷款原来就是负危险中求 过去过度依赖 蚂蚁金服等等的营运层面 自然也是他的潜在风险 而怎样能够在目前恶劣的船窝中走出来呢? 更是萃店维持自己品牌的重要工作 所以或者罗敏应该更加将他的精力 放在公司管理和业务托展上 如果萃店能支持过目前的问题 支持到现在的股价 从争议性的业务之中 能够继续赚取大量利润 在金融市场上的大鳄 自然会掩着对眼 掩着两只耳朵 继续用他们手上的资金 投资萃店的股票 我是霍永强 多谢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下个星期再见 MING